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 24号在今会见由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组织书记莫拉莱斯率领的 古巴共产党代表团 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和迪亚斯卡内尔第一书记 共同破坏中古关系未来 为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国愿与古巴一道 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 加强战略协作 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加强现代化建设经验交流互建 共同探索推进现代化的路径 更好为人民谋幸福 莫拉莱斯表示 古中两党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石 古巴共产党愿同中国共产党 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 同中方加强党籍交往 推动务实合作 共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和古中关系发展